總有美國始終會拿著放大鏡 在尋找中國的任何一個 可以捉力點的一個地方來搞亂中國 對於這一點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那麼中國呢 每一次面對這樣的一個對抗的時候 我們也有地方是 也有地方是 我們不僅僅是抗議 我們也不僅僅來進行防護 必要的進攻是必要的 比如說對BCI組織 這倒不是一個組織的問題 實際上對千千萬萬的 全球性的行業組織 我們藉此發出一個警告 藉此就發出一個警告 把BCI一棍子打死 槍打蟲頭鳥 這是一個 就是按照毛澤東當年 抗議員朝著所說的一句話 打得一拳開 免得北拳來 因為 他們在中國自從早期 這個整個八十年代 他通過美國資金 通過這種中外的交流 向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灌輸西方的人權自由的理念 那麼最終導致了六四天安門事件 當然這個這個裡面 原因更複雜一點 但是西方他們的這樣一個引導 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 那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 中國知識分子猛醒 那麼他們這一套在中國知識分子能繼續灌輸他們的這場人權這些東西已經是行不通的情況之下 他們對付中國的這樣一個抓手在哪裡 台灣 西藏和新疆這三個地方 那麼 台灣不用 台灣不論 那麼西藏 折騰了很多年了 從八十年代開始 可以說 這個達賴喇嘛是沒有嫌弱過 一直在全世界到處跑 那麼 西方曾經對達賴喇嘛抱有很高的這樣一個幻想 因為達賴喇嘛 畢竟是個宗教領袖 在西方人的心目當中宗教領袖的影響力那是很巨大的 他護理了中國的一個國情 護理了中國國情 那就在中國宗教領袖的影響 其實是很小的 其實很小的 即便在西藏 這樣一個 藏族同胞當中 由於歷史的這樣一個原因 我相信他們對達賴喇嘛的那一套也未必買賬 他們看到在新中國的領導之下 他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了 這些農農得到了翻身解放 我相信 他們也不太可能會跟隨達賴喇嘛 去走那一套 所以美國在西藏折騰了這麼多年 其實它的收效 基本上是等零的 到目前看來沒有對西藏的發展 產生任何的負面影響 那麼現在就這個新疆 其實新疆從前面的蘇聯 到早期的這個英國 到英國一直到現在的美國 其實實際上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都想在新疆搞事 都想在新疆搞事 當年這個左宗堂收復的時候 在這之前那個新疆的那個叛亂 其實那裏面就有英國人的那個 一直守在裏面 那麼蘇聯時期呢 俄羅斯到蘇聯時期也是一樣 因為新疆是個多民族的 混聚的一個地區 混聚的一個地區 他這個早期的漢族在裏面 佔的比例還不是很高 但是1949年新中國解放之後 然後呢這個這個早期的從清朝 時候的書編到毛澤東市去建設了生產建設兵團 那麼然後呢 又介入生產建設兵團 又吸引了大量的內地 這樣一個移民過去 所以現在新疆 新疆建設兵團已經遍布了 整個新疆南北 這個是一個既拿籌又拿槍的一個特殊的一個 一個居民 特殊的新疆居民 新疆建設兵團他們極有 就是地方的建制 又有這個軍隊的建制 又有司令啊 這些團長這些建制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高效率的 隨時可以調動起來的一個強大的民眾組織 一個強大的民眾組織 所以新疆現在 中國也知道新疆的這樣一個戰略地位的重要 它處在亞洲大陸的中心 亞洲大陸的中心 就是說如果以後烏魯木齊 真的要是各方面發展好的話 烏魯木齊如果開行這個航班 這個通往亞洲各地的話 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樞紐點 它的區位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那麼在蘇聯時期當時打阿富汗 其實也有這個動機 也有這個動機 那麼美國這個911之後進軍阿富汗 其實也在瞄準著西藏 也在瞄準著中國的西部 其實所有的帝國主義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棉花只是他抓到一個抓手 他也找不到別的抓手 最近的幾年 總算抓到了一個棉花 他想搞點事 但實際上這個事情他是搞不起來的 他是搞不起來的 那麼搞去的事 他就找了幾個素材 就是新疆搞了一些這個培訓營 搞了一個這個 各手上民族進行培訓 技能培訓 因為早幾年嘛 這些恐怖極端思想在新疆的傳播 中央政府在新 在新疆搞了一些這樣一個培訓基地 這些培訓基地呢 其實也不是什麼這個 並不是說他向西方所說的集中有那個級別的 其實就是把這些居民集中組織起來進行一些教育 進行教育來幫他們就剔除掉這樣一個極端思想的影響 同時給他們培養一些技能 然後推廣這個普通話的這樣一個應用 並幫助這個在湖南深圳廣東這些地方 幫助一些新疆的年輕人去安排工作 那麼在隨著這個習近平上台以後 這個精準扶貧的這個戰略的推廣 那麼維吾爾族 這裡面很多的這樣低收入的家庭 這些這些都是中國 中央政府重點扶持的對象 那麼這種扶持當然我不是 把錢給你就算了 那麼這種扶持包括一些技能的培訓 包括一些這個 這個 一些職業的 職業上的一些安排 那麼這個東西呢 西方人反正是也不知久里 他們政府可能知道這個 但是呢 不妨就拿這個來炒作一下 拿幾張照片來炒作一下 僅此而已 另外呢還有一個市委會來鼓刀著 那麼他們同時呢 他們也想到 金江是莫斯林 如果把這個話題炒作起來 一定能激起全球莫斯林對中國的反感 這可能也是西方打了一個如意算盤 但是呢 其實他獲料了一樣東西 真正和世界莫斯林關係最密切的國家 這個世界上這些大國當中只有中國 從毛澤東時期 中國就和中東和非洲 保持了 非常密切的這樣一個關係 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們想 推動這個中東 中東國家 這個非洲國家 這些莫斯林國家 對中國進行抗議 這個這個 警令的體制 實際上它是原目求余的 是原目求余的 中國和這些國家 幾十年來所建立的這種牢固的關係 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毀掉的 甚至包括過去幾十年來 這個土耳其一直在支持新疆的 這個這個 東土耳其斯坦 這麼一個理念 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土耳其也明確的 不會配合西方的 王毅也訪問了土耳其 所以說 這塊其實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 莫斯林世界 他們也很清楚 美國是在搞事 美國是在搞事 他們不可能配合美國搞事 你有沒有注意到 董老師 就是 每一次 西方或是美國 在 使一些小手段 有些手段可能不是很小了 我們叫它小手段 中國都從 這個手段的經歷之中 學到一些經驗 然後慢慢你會發覺 西方的這些 手段呢 他的工具箱里面的手段 一個一個都用光 沒有太多 振錢了多少什麼的 而中國呢 每經過一世 就長一智 然後都有很好的 這種 反應的措施 你覺得我的觀察 是不是 是不是正確 完全正確 確實這樣 這麼回事 因為這個裡面呢 我倒不是說 這個狭隘的民族主 或者什麼的 我一直覺得 中國幾千年來 能夠傳承下來 文化也好 我們的這個種族血緣也好 能夠傳承下來 它不是偶然的 雖然現在有些中國人 可能信了基督教以後 覺得 我還是 聖經偉大 或者是有些人去西方 留學了幾年 然後 開始中國 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就類似於早期的 和尚電視劇的那個編制那樣 其實 這個民族傳承到現在 它沒有過人的優勢 在它的文化基金上 沒有過人的這樣一個優勢 怎麼可能會傳承到現在 中國在幾千年來 一直是列強還事 從早期的兇農 對吧 到後來一直 就是中國的周邊 從來就沒缺少 缺少強大的這個勢力的 敵對勢力 但是中國 中國活下來了 這裡面靠的是什麼 不是運氣 智慧 是智慧 中國前半年來傳下來的這種智慧 像現在 西方這種極端功利主義的 這樣一個對抗 中國不占烈士 中國不占烈士 甚至毛澤東死在 我們的這樣一個各方面發展 都很弱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沒吃多少虧 那麼 每次和西方的對抗 我們 中國也都沒有吃到多少虧 甚至都撈到一個好處 更何況現在已經有了 雄厚的基礎 那麼我前線 給一個朋友私下聊天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做了個比喻 現在就是說中國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已經發射出來的一個炮彈 在這個大炮的這個炮堂裡面 已經在飛出的一個炮彈 每個行業就像一個炮彈 在往外飛 但是 學護理的人 或者當過兵的人知道 這個炮 這個大炮的這個 大炮的那個炮口那個地方 其實是縮小的 包括我們的槍 槍口的那個地方的直徑 其實是比炮彈要小 因為你正常一個炮彈要從這個 大炮的這個炮口塞進去 是塞不進去的 塞不進去的 那麼這個時候 它就需要這麼一個擠壓力 物理學上有個概念我忘了 那麼 它正以為有這樣一個 這個 炮口這個突然間縮小 這個才能給這個炮彈起到一個 加速的一個作用 加速作用 所以這個炮彈出來以後才能有更高的速度 那麼如果這個口呢 你要做的太小 也不行 太小的話就會炸糖 太小的話就會炸糖 那麼所以你要想 把這個阻止這個炮彈的飛行 或者不想讓它飛得太遠的話 有兩種同步 第一個就根本不要讓那個炮彈點著 再點火的就是雅蛋 那麼第二個就是把炮口的那個直徑你不要縮小 就和前面一樣不要阻擋它 它這個時候也飛不太遠 那麼另外一種方法呢你把它前面的炮給堵上 堵上就是大堂 大家兩敗俱傷 現在的中美兩國其實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每個行業都有自己一樣 那麼美國現在 施了一個障礙 而這個障礙又不能把中國給卡死 那麼最終的結果是怎麼樣 中國這個炮彈一旦飛出去會飛得更遠 會飛得更快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對中國的每一次封鎖 每一次對抗最終的結果 都是沒有把中國給封死 相反 中國反而有了一個更大的一個發展 更大的發展 那麼如果美國要徹底把中國給封死 結果怎麼樣 炸糖嘛 炸糖就是兩敗俱傷嘛 就是兩敗俱傷 所以從這麼幾十年來我們可以看到 凡是美國很順利配合中國的 不對中國進行制裁的 中國的發展多數都不太理想 多數都不太理想 中國對美國制裁最嚴厲的最徹底的 往往中國發展得最好 那麼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 你比如汽車工業 汽車工業從80年代 改開放以後 從大眾汽車的引進到後來的這樣一個 大眾汽車的引進 中國的汽車工業是對外開放最好的 而且也沒有西方任何國家來制裁中國的汽車工業 但是中國的汽車工業發展到現在 一直是半桶水 一直是半桶水 我們至今在國際上沒有幾個品牌能夠在國際上能夠稱雄稱霸的 那麼 被封鎖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航天工業 航天工業 那麼航天工業是從一開始中國就沒有爆幻想 所以中國的航天工業發展得非常好 發展得非常好 那麼像半導體行業呢 中國的半導體工業就已經 就類似於那個 已經 開始在這個炮堂裡面開始 撿火的炮弹 那麼這個時候美國卡了一下子 但是能把中國的半導體工業卡死嗎 不可能卡死 不可能卡死 中國現在市場之大 美國也不可能卡得死 美國也不可能卡得死 除非徹底的兩百劇傷 徹底的兩百劇傷 那麼這種情況 一個結果是什麼 中國的半導體工業必然接這個機會 一更快的速度發展 所以我說特朗普卡了中國一下 反而是件好事 就是剛才我所比喻的 大炮的那個 炮口的地方縮小了一下子 還就在這麼個作用 所以我說為什麼 西方國家他們制裁中國的時候 第一 如果你沒有把握制裁死 沒有把握一棍子把中國給打死 你最好別打 配合反而會阻礙中國的發展 配合反而會阻礙中國的發展 你比如說吧就像BCI 如果BCI這一次不冒出來的話 中國的房子公司 中國的這個服裝廠 可能大概還是擠破了頭 去BCI申請會員 申請會員 我一年幾千美金的會員費 我就要交出去 對不對 我最後還要以BCI會員的 資格作為廣告來宣傳 實際上也在宣傳你西方的一些東西 對不對 反而對你有好處 結果BCI這一弄好了 從今以後 BCI在中國衝進到路 對中國有傷害嗎 怎麼傷害都沒有 我沒有什麼 will 我還是在討論 那就幫我 不要加個小屁埔 我一定是否在股部 對中國有左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